我们就来看这个孙宏 孙宏他这个故事在《安世全诗》 文昌、地经、英字文、广义、节路里面 卷下也有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题叫《德书改过》 这个出自孙四郎祭祀 孙四郎就是孙宏 那我把这一段的 在《广义节路》里面这一段文 我把它用白话解释出来 他说这个四郎孙宏 他的名字叫孙宏 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一位同学 窗友就是同学 我们讲同窗同窗就是同学 他跟这个同学一起共有泰学 泰学就是古书获得学校 他们两个一起去读书 而且两个人互相疑定 两个人讲好因为感情很好 我们有接到家书来 家里寄来的信 我们都要给对方知道 而且不能够隐藏 他们两个互相疑定说 我们如果接到家书 家信 家里有信来不能够隐藏 那么有一天 他这个同学就接到家书 但是保密不敢告诉孙宏 孙宏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 那这个同学就说 他说我这家书里面有写一句话 我恐怕是败坏你的义心 少你的信我不敢讲 那么孙宏就跟他拿了 那么这个同学就把他父亲的这封信给他看 他的父亲写给孙宏这个同学的信里面就这样想 他说昨天晚上我梦到一个官社到一个官府去了 我依稀有看到登科路就是放榜名单 你跟孙宏都在名单里面 但是孙宏孙兄的名字下面有一行红色的字 上面写了某年某夜某日 为某信人家写一个离书 就是离婚证书 古代叫修书 所以遭受老天处罚遭受天前 消极他的功名 这个孙宏一看到以后非常惊讶 恶然就是惊讶 他的朋友就问他 他同学就问他 他说果有其事乎他真的有这个事情吗 孙宏就说 他说这也是最近这几天的事情 他说小弟在某个地方 我在某个地方 我看到了 有两位老人 老先生跟老太太两个人 互相在指着 他们两个辱骂就要分开要离婚了 没有人帮我带写了 就拜托我帮他写了 我本来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啊 只是因为我 他拜托我帮他写 我就帮他写了 他的同学就说了 这个梦境仿佛为子介意 他说这个梦境仿佛 就不要信以为真了 旷财写如今了 活头不立了 就是说 活况你的学问很好了 怎么可能会考不上呢 也是两个就去考试了 结果他的同学果然考中 高中有果高节 就果然考到公民了 孙宏就落榜了 孙宏以下地就是落榜了 才相信说这个梦不是假的 但是孙宏呢 洋洋不乐 闷闷不乐 他呢有人就劝他了 他说你不要忧愁了 等待小弟就是我呢 回去以后呢 我努力把他们凑合 怎么样 孙宏呢他这个同学就去找到这个 这个 这位先生呢跟他的太太 这里面讲是翁翁嘛 这个翁就是 十五十岁的老妇人 这叫翁翁啦 这叫翁啦 就找到他们这对夫妇居住的地方跟姓名 就找到他住的地方啦 那这两个人刚好都还没有再嫁再婚 那么孙宏同学呢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 而且办了一桌酒席呢 请他们吃饭 把他们两个错过 然后呢这两个人又和好了 又不离婚了 那么孙宏的同学呢 就赶快写一封信呢 报告孙宏 孙宏就非常感激啦 后来孙宏呢就在以太学内设生 内设生呢 免省事就不要参加省的考试 就立即无事 就当官啦 而且高官厚禄 而且任职在大郡到了县里面 离典离典大郡就是在大郡里面任职 以后他有遇到离婚的事情呢 他都婉转调后 而且都能够维持 这是这一段里面的孙宏 他的故事的由来 好 好